再來有雷鳳出現 冠者嚴的犯罪 大有十萬人至二十萬人 很多人都就是說 這種病是等吃老才能夠遞到 不過說常常有三十歲至五十歲 少年人和重年人 因為對白症的不了解 不知道要去救醫 有醫師就提醒說 如果冠者痛症症 已經超過三個月醫生 就要考慮去檢查看看 我聽到醫生跟我說 這個病一輩子都會跟著我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說到二十三歲就比較多 雷鳳出現冠者嚴要是會痛苦 今年四十二歲一旦休假 二十年前開始冠者痛 反正想說是真正恰好的病院 十八年的肌腸油一直不改善 落後才比較多是雷鳳出現冠者嚴 醫師表示很多人叫這種病 是老病的症状 其實只常常發生在三十九五十歲的人 心想 除了誤診以外患者都會覺得 我怎麼可能會是 類風飾性冠檢驗 假設說你的症狀實在是超過太久了 三到六個月以上 可能還是來到風飾科來看看 醫師表示 這種病發展很快 有八成的病友 兩年以來關注到的孫胸 也有可能影響到其他的器官 但是三十九五十歲的民眾 比較沒想說自己會到這種病 而且這人人在工作中打拼 症状 除了影響身體 還常常影響事業跟人質關係 醫師表示 經濟統計這種病症 常常會讓別人比較無管 參與社交媒體 而且中年年輕的病友 是更便宜 這也會看見到 他們的心理狀況 作成治療效果也變壞 他所建議病友的親戚朋友 也要給了解這種病 讓病友穿著的心理支持 記者鼓勵謝桂林 未來幫你 他的確確定